在其老的带领下 男子手捧着祭品走向台前 准备展开泰山区原住民族封年纪 因为工作的缘故等 许多族人离开故乡前居都市 为了让自身文化得以延续 期待能透过举办都会去封年纪 希望文化的传承能不受限地狱继续下去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都参与这种传承文化 因为都市里都已经大家忙读书上班 我们都很欢迎传承 因为我们也会面面渐渐地会老 所以还是要传给下一代 因为会学习到很多文化上面的东西 然后还有老人家教给我们的传统的记忆 就像我们精神堡垒还有丰收门会搭建 就是老人家会在旁边教我们这些年轻人 然后让我们记起来 因为他们老了之后也是换我们接着他们的工作 然后继续传承下去这样 主办单位表示除了举行记忆 语言复证也是未来都会去族人的重要课题 着重在族语方面 因为我觉得都没有断层 其实这是我很忧心的一部分 再加上这一两年年轻人愿意回归回来这个地方的话 是很开心的 紧欠着的双手和随着传统歌谣 踩踏着一致的步伐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凭借着这样的相信力 也让旅居都会的族人有了归属 原市新闻认识许家荣 新北市泰山采访报道